肯定有害怕 但是他不会去选择退缩 你的前辈一定会有更多的一些经验 更多的一些经历 比你丰富 宋道尾也让程朗学习到了 更加全面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程朗这个人物 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 很简单很直率 然后呢有理想主义的一个人 那他才经历了很多 完成了他人生的蜕变人生的成长 我开始拿到这个角色 我其实更多的担心是外交官这个职业 因为确实我觉得我印象中的外交官 都是在那些新闻发布会上 看着他特别的庄严特别的帅气 有些特别的温柔 但是他拥有很坚韧的东西 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外交官 外交新人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 现在刚刚入职的一些外交新人 他们刚刚去住外的一些 他们自己拍的一些视频啊 他们生活中的一些记录 我就觉得 程朗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吧 我就感觉我找到了程朗 那有的 因为导演其实是第一个就要去跟他交流的 导演也非常的细心贴心 他给我们写了一个人物小传 其实就看着那个人物小传呢 然后跟导演交流 他之前采访的那些外交官 采访的那些故事 其实就有更多的感受了 我觉得他不一定因为一件事情就非常成熟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需要历练 他经过这件事情 会让他对于做事的方法或者方式 那种对于整体的事件性的一个判断 会有更多的考虑 然后呢 他也有更多的经验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 他肯定有害怕 他第一次见到那个爆炸的时候 他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以及他会对生命可能会更加的敬重 但是他不会去选择退缩 因为他还是坚信 所以他要去为外交事业去奉献他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大家看影片去思考的一个东西吧 每个人他都会有每个人不同的解决方式 成朗其实就是一个很 他就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那当然他在起了冲突之后呢 他发现宗大伟其实就是一个 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的这样一个人 他其实跟成朗想象不一样 成朗觉得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他就是想要自己完成任务赶紧回家 但其实宗大伟他是一个把任务都扛在自己肩上的人 所以他发现他错怪他了 成朗才去重新审视自己 去解开自己的心结 其实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但不代表成朗以后他就不是自己了 他其实也是自己 他可能会考虑得更多 更全面一点 所以我觉得新人 或者大家可能刚入职场 其实也会有着不同的解决方式 你也不能说一昧的去觉得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对的 就像我们父母常说那句话 你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嘛 老一辈的人 你的前辈一定会有更多的一些经验 更多的一些经历比你丰富 所以我觉得相结合吧 我觉得这个真道还说不上是正向还是负向 就像我觉得他跟那个忠然演的谈话 让他明白 还真不是一个谎不谎言的事 因为他认识到他说出来的后果之后呢 也认识到宗大伟背负的事情有多大 他一开始向宗大伟学习 那一段之后呢 他也是说了一句宗大伟说过的话 是他以前不可能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是他以前不可能说的一句话 所以他其实是通过这件事情在成长 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影响 我觉得也是会让他成长的 就像导演讲的 他们俩可能就是那种 未来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 成朗出入外交官的这种心态和这种奉献的精神 也是宗大伟以前有过的 那宗大伟这种酒精沙场的 不是的方式 也是因为经过了很多事情的发生 才开始转变的 所以他们俩真的是我觉得 就是在互补 成朗让宗大伟找回了以前的自己 宗大伟也让成朗学习到了 就是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想过 因为导演其实也跟我们聊过这个事 我觉得这封遇事我可能会写给母亲 就是系列的母亲 尽管他已经病逝了 但是我觉得成朗对于他母亲的这种 怀念跟执念 是会想去写给他母亲的 我觉得这个决策带给我的成长 就是我觉得应该向成朗学习 他那种一开始的那种冲劲 那种为了事业去献身的那种精神 以及真诚地面对所有人的那种态度